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我攝影獨白Channel 我出人主要是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 還偶爾是講講相機的 今天這條片跟大家是一條抓掃片 這條掃片起碼都有兩年多 兩年多曾經說過一下 結果沒有抓掃 因為我出了一些前轉、中轉 但這件事最關鍵的部分 結果不了了之沒有拍到 今天跟大家心血來潮 跟大家不如找一條掃片 關於什麼呢? 關於究竟一部相機存不存在高ISO 正過低ISO 例如你用這個ISO3200、ISO614 拍一些相片 滑正過ISO100 100拍出來是蠻蠻蠻的 究竟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呢? 還是只是都市傳說 讓人亂吹大炮呢? OK 大家好 今天這條片跟大家說一下 被這些無料到的網上亂吹的人 就搞到這個世界亂吹八糟 和我上一兩條片說這個 等校光園一樣 都是那些 也不是說沒有料怎麼說 那些料不夠 分辨不到那些情況 為什麼發生 自己看的事物 看點不看點 然後就拿出來 就當堅料跟人說 說到似層層 相當相當權威 然後就有人相信 那就大鬼獲了 搞到這個世界亂七八糟 OK 那跟大家解答一個 就是 網上 就是又是那些 就是 找到一個源頭 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 早兩年 兩年幾三年 是不是 突然間在網上 有些人說 喂 原來發現了 相機有一個秘密的Base ISO OK 然後你找到的話 就找到一部相機 最靚的ISO 那找到一個最靚的ISO 他拍的東西 原來的Noise是最少的 那你用你這部機的ISO 100拍的Noise 都分分鐘 比它更厲害的 那所以呢 就不要 就是 聽些人 亂說 聽些人 廢老亂說 就說拍照 盡量用低ISO 這樣 OK 那今天呢 解答這件事 那在解答之前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任何說話 都Based on一個 呃 語境的 即每說一件事 都基本上有一個 即假設的條件 例如你 假如你說 OK 舉例 你拍照照 你要用遠攝鏡 你這樣說 就是假設 你是拍一些野外的 照料 就不是拍你家裡的妖哥 是不是 你家裡拍你的妖哥 你拿支 微距的 拍他的眼睛 都可以啦 他理你了 是不是 即是又例如的 你說要拍 淺景深相 你要開大光圈拍 OK 那這個是 即是假定你是 正常情況 你不會說那麼多 來拍人像這樣 不是的 原來 你要收細光圈都拍到淺景深 因為你是 拍微距的 是不是 拍微距收到細光圈都 那個景深 都是淺淺的 那就是說 你不能夠把極端情況拿出來 作為一個普遍情況 那 OK 確實是有些人 找到一些 案例 找到一些例子 真的要用高歪數 就會好過用低歪數 好的意思就是 真的找到的 怎麼找到呢 就是當你用低歪數 不夠光的時候 那你就要用高歪數 拍就好些了 但是問題是 我們說出任何東西 不是說我 任何攝影的人 說你用任何歪數 拍照 任何快門拍照 任何光影照 你都有一個 隱藏了的前提 就是說你拍出來 你要exposure 要正常的 要正確的 這樣才行 對吧 你不可能說 哦 拍低ISO的東西 差一點 不過它下降了 不及 拍高ISO的 noise 比較少 因為拍高ISO那一剎 你是正常的 你這樣拍就出事了 OK 為什麼在網上 突然間 早幾天兩年 有些人亂說 就說有些 隱藏的高ISO 會比較好 要大家去找 搞到很多人 頭昏腦臟 來問我 其實我知道 我找到的 找到當時的源頭 有人肯定看到這個源頭 就知道些 不知道些 但是這個源頭 基本上都是錯的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源頭 現在錯在哪裏 首先大家看看這個畫面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我相信是一個錯誤的源頭 特別是這個網上的文章 如何找出這個 這個是 天文攝影 夜空攝影 天文攝影之旅 的一個最佳ISO 這篇文章就是 錯誤的源頭 我稍後跟大家解釋一下 錯在哪裏 錯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對光圈快門 完全都不是太過了解 對曝光不是太過了解 導致寫出一篇這麼精彩的 錯誤文章出來 我就避免 也不想跟大家一字一字去解釋一下 這篇文章 2017年寫的 可能也是這樣 1819 2000年 大概差不多 有些人就看到 驚為天人 找到正東西 這篇文章大概意思 就是說 教大家找一個 最佳ISO 拍這個 這個是 是不是算天文攝影 OK 最佳拍這個 就是夜空攝影 講明的前提 是拍一些 夜晚低光的情況 拍升空的攝影 就不是拍一般日常的攝影 情況是不能比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夜空攝影 首先是低光 當在低光的情況下 你就綁手綁腳 怎樣綁手綁腳呢 首先不夠光 不夠光的話 你要開到光圈很大 但很多時候拍升空 你開到最大的光圈 例如你有一支 10mm 2.8mm 你就開到盡 2.8mm 你不可以再領到1.2mm 0.95mm 那支0.95mm 是58mm 50mm 沒得搞的 你知道綁角鏡 最高的就是2.8mm 你綁手綁腳 你開不到 喂不是 那我不如 教慢快門 拍升空攝影 那些聲音是會動的 那變成你的快門 就不能太慢了 即是光圈綁死了 快門綁死了 剩下來的話 你又不可以 像Mills Chan 打燈 星空不能打燈 又打不到燈 只剩下來 唯一動的就是ISO 那當你不動 ISO 動到它正確為止 動到它夠光為止 即是照片的曝光效果夠光為止 有些照片就是Underexposure 當一張照片嚴重Underexposure 你當然會有Noise 但在講的 它這個是講星空攝影 就不是講一般攝影 當我們一般攝影 日光日白的時候 我們這支鏡頭 開到最大光圈 你就將快門速度提升 你ISO維持100度 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但當你拿高ISO 會正點的理念 即是低光那裡 拿來日光日白做 明明你可以用ISO100的 你特地將它 推到ISO1600 推到ISO3200 然後將快門推到 即是設定到很高速 然後又或者將光圈收到很小 即是拿來攪拌 OK 那怎樣拿來攪拌呢 我稍後跟著來跟大家講 那我就不逐次解去篇文 大家自己有興趣上來看 那它有個介紹 講一下它這件事 以這張照片為例 其實夜空攝影 很容易有Noise 原因就是 首先天空的顏色 都五眼六色 你很容易 分不清哪些是 那些 Color Noise 哪些是 星空夜間的顏色 未必分得到 當然 假如你這部相機是乾淨的 拍出來沒有Noise 又是另一種感覺 另一件事 就是 星星本身 在黑夜的光點 究竟是Noise 和光點 真的有時候很難分 假如你如果有好一點的相機 你就可以拍出來 拍到它乾乾淨淨 就像這一張這樣 看上來 Color Noise 比較少 但是天空那些 一點點的 那些 白色的星點 究竟真的是星點 哪個是Hot Picks OK 那真是難說 那我今天不說這件事 那這篇文章 就有 有一個基本上的錯誤 我認為 我轉頭解釋一下 但是大部份 他講的東西 都是一些基礎的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轉頭我講出 最錯邊的部分 其他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動態範圍 我不講了 這裡都講清楚 ISO越高 動態範圍越低 這部分是正確的 他提到 ISO ISO 在數碼相機 提升ISO 並非提升你相機的感光能力 你相機的感光能力 在你的Base ISO 我們已經決定了 就是你的Base ISO OK 所有提升ISO 其實都是一個放大 一個放大 或者我們叫增益機 GAIN 增益 就是電子有個名字 的增益 等於你那些 聲音訊號 你領大聲一點的Volume 其實你都是把它增益 而已 都是把它提升 這樣解釋 你本身的聲音就是這麼大的 標準了 所以 他們就說 ISO 不會影響感光度 原則上 是對的 沒有問題 OK 接下來 他提到一件事 這件事真的是爭執 高ISO 不會增加Noise OK 高ISO 本身 不會很明顯增加Noise 但是高ISO 的情況 使用高ISO 語境的情況 所做的事情 所發生的事情 所出現的事情 就會導致高Noise 為什麼呢 我們說說 你用高ISO拍照 當然是說出高ISO 和正常ISO 例如100檔正常 你拍到1600度 那當然是假設 你會把光圈和快門 作相應的調整 使用到拍100度的照片 曝光也是這樣 拍1600度的照片 曝光也是相同 這樣是一個原則 你不會說 拍100度的時候 要Under 拍高ISO才正常 這樣比較 不會這樣比較 所以這個說法 高ISO不會增加Noise 前提是說 他的前提是說 由於光圈和快門的改變 導致有Noise 他錯了這裡 那一會兒就解釋 要怎樣錯 他就說 高ISO 會增加影像的光度 由於高ISO 一般說法的感光度提升了 實際上他用增益的方法 使用照片更光 所以一張影像更光 正確 那麼高ISO 將會減少動態範圍 影像動態範圍 這個也大致上是正確的 所以在很多情況下 他所說的 例如在夜空攝影 高ISO 實際上會降低那些Noise 這個說法 是 原則上是正確的 因為在低光那裡 就不是many case 所有不夠光的Case 你增加那個ISO 增加到曝光 效果看起來對的話 你是減低了Noise 甚至你比正常需要再光些 然後在後期撿回去暗 你的Noise會更加少 這個叫高ISO ETTR OK 我跟著有個Nature 就教這一點 就是教這個exposure 所以 他所說的many case 就使得人們誤會了 只有一個Case 一個Case 就是當不夠光的時候 你提升ISO 不會增加Noise 提升到你剛剛曝光效果正常 是完全不會增加Noise 反而你不提升ISO 有它用ISO100 例如你的BaseS 然後 Under了3、4、5級 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會有Noise OK 但他也解釋 很多人拍照 其實用P-Mode A-Mode S-Mode 所以你提升ISO的話 你的光圈快門也跟著會移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發現了 你發現了Noise增加 原因就不跟ISO 是因為快門速度提升了 又或者光圈收細了 導致你的Noise出現 這樣說就錯了 錯得很離譜 他接下來做了連串的測試 他說究竟快門 以及光圈 以及ISO 如何影響Noise 今天我跟大家講 最重要的是講這部分 他也是最主要的 錯在這部分 接下來 他做了一個測試 他用了一部相當正的Sony A7S 講的是2017年 所以這部機當時是算正的了 他正在用SizeSYS 50mm 1.8去拍攝 拍攝 昇空這張照片 說很乾淨的照片 當然是這個例子 他拍了其中一部分 將這一部分放大 將這一部分放大 給大家看看 實際上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裡有三張照片 三張照片 拼在一起給大家看 左邊用了8秒去拍 中間用了4秒去拍 右邊用了2秒去拍 很明顯 8秒是一個長一點時間曝光 4秒是短一點時間曝光 2秒是一個更加短時間曝光 很明顯 你看到嗎 原來用這個例子去比較 真是發現了 原來2秒那張照片的Noise 比較厲害 8秒的Noise沒那麼厲害 看不看得到嗎 看不看得到 假如大家根據這張照片 做一個結論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 8秒原來Noise少些 2秒原來Noise更厲害 原來快門速度 影響了Noise 厲害 這三張照片是怎麼拍的呢 其實8秒的照片 是2.8光圈 ISO3200 4秒的照片 也是2.8光圈 3200 理論上 曝光效果應該不同 但它在後期製作 做了一級的後期製作 提升了 然後2秒的照片 然後2秒的照片 2秒的照片 原來它的光圈 和快門 以及ISO都是不變的 即是說 2秒的照片 其實是Under了2級 它在後期製作 做了2級的提升 所以其實 你看到這張照片 得出的結論 就不是8秒曝光 即是長一點時間曝光 它的Noise少些 2秒短一點曝光時間 它的Noise多些 並非如此 並非如此 而是 2秒的照片 本身就是Under Exposure 兩級 Under Exposure 兩級 導致Noise嚴重 8秒的照片 正常曝光 正常曝光的Noise 比較少些 你應該這樣 只有一個結論才對 它的結論是什麼呢? 它的結論根本是錯了 它說 短一點曝光時間 等於多點Noise 短一點曝光時間 等於多點Noise 即是說 2秒曝光時間 短過8秒 所以多點Noise 結論其實不是這樣 假如這張照片 2秒的照片是正常曝光 假如2秒是正常曝光 4秒是Over 1級 8秒是Over 2級 絕對不會出現這個結果 你會得出一張照片 2秒的照片 正常曝光 就等於現在8秒的照片 然後4秒8秒的照片 看上去都差不多 或者輕微少些 因為你用了ETTR的效果 所以現在你看到 這麼嚴重的Noise 是因為Under Exposure 而並非2秒曝光的結果 所以第一件事 先坐在這裡 第二件事 它竟然是說 光圈也會影響那個Noise 然後這組照片 快門固定在8秒 ISO固定在3200 大家看到 原來2.8光圈的Noise 少些 5.6的Noise 更厲害 所以它得出結論 原來光圈又影響那個Noise 光圈跟Noise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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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條片 真的講到一塊塊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條很複雜 很複雜的理論 為什麼這麼複雜理論 拍片我不想講呢 因為 只是one way的傳播 你們聽得不清楚 或者我說得不清楚 就會引起誤會 所以最好還是上去報名 上我的LECTURE 我的曝光晶記LECTURE 就會解釋到大家清清楚了 你現場不明白 你可以現場問我 為了搞清楚 為什麼有些人 認為相機有隱藏的BASE ISO 相機公司這麼陰毒 不告訴大家 明明這部機器 是6400最美的 為什麼這間相機公司 不告訴我 就叫我們用100去拍 就是明線我 為什麼另一間公司 又有隱藏ISO 明明這個ISO800 會比ISO100 它不說 又會善我們 你信不信你相機公司這麼笨 是不是 真的 沒有可能 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這些錯誤錯誤 導致大家錯誤 接下來 結論 OK 回到到此為止 畫面上 都報導了我的Photo Lecture 除了講曝光之外 我另外也有個LECTURE 講這個構圖 都是相當正的 有個LECTURE 是講這個 那個數碼黑白攝影 大家不生受用 喜欢摄影的话 这个 course 使你对摄影的认知 摄影的认知很重要 大大提升 画面上高就可以买到我推荐台湾出版的摄影书 买书不重要 不不重要 近期我的供应商在盘点 要在下个月6日才可以发书 如果你真的现在买都可以 上高就可以买到 台湾出版的正体中文摄影书是几十本多 有不同程度 买三本就包信封文贵 由台湾传到香港给你 而且包一条 送一条USB C2C PD供电线给你 这些相机一般都可以 用一个PD供电器 L型插头插住你的相机 不是那些直插的 是L型的 在市面上是相当难找的 可以方便你去一边拍照 一边充电或一边供电 另外我在上高买到我推荐的 赛斯镜头纸 一盒二百张 只是买二百元 而且这个价钱已经包了运费 几十元运费的话 实际上收你一百五十多元 所以用一百五十多元去看的话 便宜到粒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香港的眼镜店 买五十张都要八九十到一百元 即是你买二百张要买四百元 现在你只是 二百元就买到 即是一百五十元加五十元运费 不单止 如果你买三盒 上高一条爬山性相机带 买四盒的话 你可以选择颜色更加多 OK 上高就买到的了 同时对我不能买到的了 我不能买到的了 比如说 你不用买到的了 但你就会拼散开 你对你帮忙 给你那个帮忙 别买到的了 再来 留闭上可以的 你拿着 非正在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